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国好像买卖人的 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好珠子的比喻 一说天国就是属灵的 你别往肉体上想 因为这是比喻 比喻你就不能往实践中间去想 因为这说比喻 那天国是什么 天国是什么 是不是属灵的 天国一说天国就是属灵的 不是属地的 为什么说天国好珠子呢 就是属灵的宝贝 是属灵的宝贝 别往地上想 因为这跟地上没关系 耶稣是用地上珠子 来 比喻天国的好珠子 天国的宝贝 是不是 所以我们想的时候 一想到天国就一定是属灵的宝贝 那么今天呢 耶稣用这些个比喻 目的是叫人知道什么 是叫人 不一定世界上肉体 眼见的来抓 因为首先呢 我们知道 我们顾念的不是属灵的宝贝 先看格林多 后书 格林多后书 第四章 找到吗 第十八节 第四章 第十八节 零后四章 第十八节 我们不是顾念 这是 顾念什么 我们不是顾念 所见的 天国这个宝贝 是用眼睛没办法看见的 所以 你用眼睛没办法看见 所以 收藏的时候就不好收藏 是不是啊 耶稣之后 你没有眼看见 收藏不好收藏 这里 这里收藏起来 便卖一切地 把它买下来 就把它收藏起来 怎么收藏 用什么收藏 很关键 因为 我们顾念的 顾念 我们不是什么 首先说 不是顾念所见的 为什么不是顾念所见的呢 所见的是什么 所见的是暂时的 你一眼睛 你一眼睛所见的 对象的物质界 都是暂时的 所以 天国的宝贝 不是所见的 眼睛既然见不到 收藏的时候就不好收藏 是不是这样 买就不好买 买的时候 叫你今天买 看不见的东西能买到吗 你能去买吗 人往往拿钱都得买能看得见的 但今天上帝教你买什么 看不见的 天国的好珠子 在天国上 是不是 今天倒成肉身的 就像埋在图里一样 很难收藏的 眼看不见的 眼看不见的 怎么收藏 因为这就说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什么 乃是顾念 乃是顾念 所不见的 所见的正好跟人间正好相反 眼见为实 耳听为什么 虚 人间是这样 但上帝说 你眼见的为虚 眼不见的为实 对不对 神正好跟人间的事情相反 神说你实的是眼看不见的 神说你虚的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 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什么 所不见的是什么 永远的 永远的 咱们今天看 他这里收藏的是天国的珠子 这天国的珠子是一种地 如同贵家的 重家的珠子一样 这珠子是什么珠子 宝贝 是不是 天国的宝贝 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见 这样的就是 没办法用人的思维 用人的眼睛 用人的手感觉到 就像你收藏这样 看谁能凭信心收藏 好不好 咱们再看 哥林多前书 临前 第二章 第九节 眼睛未曾看见 我们不见 因为上帝要收藏的是什么 眼睛 未曾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人能看见过 未曾看见 耳朵 耳朵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 听见 不加个未曾 就是你压根就没有人看见过 耳朵也未曾 听见 神叫你生长这样 眼睛未曾 看见 耳朵 未曾 听见 不是收藏那个 耳朵能听见 眼睛能看见 咱们今天上基地买东西 买衣服是能看见的 买耳朵是能看见的 买眼镜也能看见 买鞋子也能看见 买手套也能看见 买什么都能看见 咱们用钱是买 能看得见的 但今天耶稣基督教你 买看不见的 行不行 什么样是看不见的 属灵的 是不是 属灵的宝贝是看不见的 有天国的 你看这是什么 所以呢 叫你去追求看不见的 不是追求能看得见 这就得凭什么 凭信心 是不是 没有信心能不能 信是守望之事的事情 是未见之事的确定 上帝要求 叫你用看不见的信心 去买那看不见的生命 不是用能看得见的眼见 去买那看得见的物质 是不是 不是用看得见的钱 去买那看得见的物质 乃是用看不见的信心 去买看不见的生命 所以西伯来书说 说什么呢 信是守望之事的事情 未见之事的确定 未见 我未曾看见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想不想过 人心也未曾 是不是 人心也未曾 想不到的 你看这个人 去买 人心想不到的 这不用人画 这叫什么 吃心忘想吗 是不是 这叫捕风捉影吗 用人画是不是这样的 神今天就要把这好处 看不见的天国的好处 给那些个真正的不凭眼见 不凭耳闻 不凭心想的 这样的人 给他们 那么属灵的生命 都是用眼看不见的 用耳听不见的 人心也想不到的 是不是 超过 我们所求 所想的 超过的 是不是 超不超过 什么叫超过 超过 超过 我们 所求 所想 超过的 跟你想的 没关系 跟你 看的 没关系 跟你听的 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追求这样的事情 你看 基督徒 和所有的宗教徒 不一样 就在这个 所有宗教徒 都是追求眼 看见的 追求耳能听见的 追求心能想到的 我们今天是 追求眼看不见的 追求眼 耳听不听见 听不见的 也追求心想不到的 好不好 这才显明你的信心 这才给你奖赏 你的奖赏从哪得来的 你的生命从哪得来的 你的生命是从 看不见的信心 得到看不见的生命 你的奖赏也是用 看不见的信心 得看不见的音乐 神才给你看不见的奖赏 说将来的 我们为将来 电灵基础 我们为将来 急需福分 我们为永恒 急需福分 不向世人 他们追求眼睛看的 我们要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 可不可怜 我们做基督徒的 若只求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 众人就是指世人说的 世人追求什么 肉体的 追求小肉 他们效力争胜 都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但我们是得不坏的冠冕 能看得见的都是能坏的 我们却得什么 这是 看这是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还有一个第七 得什么 得不坏的冠冕 得不坏的冠冕 得永远的荣耀 是不是 我得这 我得出天上 属灵界的 属灵界的在世界上根本看不见 所以呢 我们不是过年所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什么 我们乃是过年所不见的 因为所不见的乃是什么 所以我们是眼睛未曾 耳朵未曾 耳朵未曾 人心也未曾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得不能坏的什么 冠冕 永远的 有没有 你看这样的 永远的 用眼都看不见 眼看见的是虚的 传道术是虚的 虚空的虚空 你眼看见都是虚的 人追求虚要 所以世人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是不是谋虚 世人在谋算谋求那个虚妄的事 我们今天谋求的是真实的 既然谋求真实的就不能凭眼见 凭眼见的都不是真实的 今天世人得到的是真实的吗 人说我今天升官的是真的吗 人说我发财的是真的吗 人说我今天买了一座楼房 今天是260平方的 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 地球是真的吗 物质界的所有的星宿是真的吗 影子 我再说一遍 这是影子 只要是虚的 它就是什么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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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传道术说 他们都是捕风 都是捉影 说没说 捕风捉影的事情就不是真实的 今天神要叫我们得那天国的好珠子 好珠子在地上 是不是 看不见 人没有知觉 人没有感觉到 这是好的 所以人往往追求的是眼睛能看见的 耳术能听见的 心里能想到的 所以他们追求的是地上物质界的好处 我们却要追求天上属灵界的好处 不凭眼睛 不凭耳闻 不凭心想 是不是 乃是给我们存了 到天上 永远的基业 谁要叫我们得那个基业 是不是宝贝 是不是猪子 什么猪子 哪儿的猪子 上珠宝店里去买猪子吗 不是的 上珠宝店里买的不是真的 是假的 物质界的 能朽坏的东西 都是假的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这个财宝绝对不是地上的财宝 耶稣今天叫我们积攒的财宝绝对不是地上的财宝 所以耶稣告诉 把地上财宝和天上的财宝给七分开 这是天上的财宝 属灵的 眼睛看不见 用信心能得到的 好不好 那么今天世人追求的都是地上的财宝 我们追求的是天上的财宝 好不好 追求天上的财宝用 用眼睛能不能看见 属灵界的用眼睛能不能看见 将来复活的生命用眼睛能不能看见 将来复活的身体用眼睛能不能看见 从耶稣基督降与用肉眼睛能不能看见 能不能 能不能 感谢主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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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奥秘 神今天叫我们追求的是 顾念的是 眼睛 是不是 不是眼睛所见的 那是眼睛所看不见 既然是眼睛所看不见的 眼睛未曾看见 而是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所以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得那忍不坏的冠冕 永远要荣耀 对不对 第一 马太福音 第十三章 第一 天国好像珠子 受伤 天国好像什么呢 买卖人 你现在是不是做买卖 买卖人是什么 好像买卖人 是不是 买卖人是谁 我们 我们都是买卖人 我们是什么买卖人 天国买卖人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 我们还是一场戏 还是一台戏 一样给世人和天使看 对不对 我们又是买卖人 对不对 买卖人代表谁 基督徒 对不对 那些属神的人 都属于买卖人 今天我们是蒙神检浅的人 都属于买卖人 谁 谁啊 我们 这是一群什么人呢 亚儿就是属神的人 买卖人是属神的人 买卖人是属神的人 他遇见了好贵家的珠子 要不要买卖 要买卖 除非呢 不是买卖人 看见贵家珠子 他从来他也不理 既然是天国的买卖人 是不是啊 那买卖人是属神的人 他遇见贵家的珠子 那贵家珠子是什么呢 寻找好珠子 好珠子是什么 你说好珠子 指的是什么 基督 基督是不是好珠子 基督贵不贵重 好珠子 但犹大把他卖了 卖了多少钱 今天是卖是卖 买都买不到的时候 他把他卖了 啥不啥瓜 犹大给没给卖了 花了多少钱卖的 用多少钱卖的 他把耶稣基督给卖了 就给他三十块钱他就能卖 瞎不瞎 啥不啥 标不标 全心眼 二百二百五 说不啥 正格格的 说不啥 二百五一个 你们这块一个二百五 有没有 有 二百五是啥意思 半钓的意思 半钓是啥意思 全心眼的意思 全心眼是啥意思 傻哥格的 啥哥格的 就标个哥的 彪哥就呆了哥 呆了哥就正了哥 正了哥就不正常 是不是啊 扫贤那过来 表面人体的 那形容这样的人多的是词来形容啥 啥不啥 一嫂吧 用多少东西把长子民分给卖了 一碗胡同糖 一碗胡同糖 那长子民分能卖多少钱 一箱还没有啊 五箱不能卖 那张子民分不能卖 有了张子民分 你卖了干嘛 你现在得到一瓶永生的药 你要不要把它卖了 你自己还没有永生 你卖的永生药拿的钱给你挂 现在假如你就得了这一杯子里边装的是永生药 你要喝了这杯的药呢 这杯子够好几个人喝的 一个人喝以后就得永生了 最后不死了 那么今天你得到这一杯子 永生的药好不好 好 谁喝 我自己喝 我们喝了 能不能卖 不能 因为你有生命就有一切 是不是 你没有生命了 你什么也没有 你把它卖了 你自己没有永生 没有别人得永生 别人花钱买得永生 啥不啥 啥不啥 你现在就一条保暖裤 这条保暖裤 冬天暖夏天凉 好不好 那叫什么呢 保衣 是不是 保护 你现在就得出这么脚裤的 等冬天你要穿上来它就暖 暖到什么程度 再严寒的你就站在雪堆里头 它也不感觉到冷 你晚上睡觉 它也不感觉到 在雪堆里头也不感觉到 好不好 好 那叫不冷衣 你就得了这么一件衣服 这么一条裤子 是不是 你会不会把它卖了 你会不会卖了 你就这一条 你就这一件衣服 就是冬天就暖 夏天就凉 你穿上了 是不是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好不好 好 那你把它卖了 你说傻不傻 傻瓜 傻瓜 是不是傻瓜 你说傻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人 把自己的宝贝就卖了 卖那个人瞎不瞎眼 瞎眼 也是为什么经常用笔 用这个 好猪子 是不是 天国的 天国好猪子的作为比喻 叫人今天去寻到好猪子 寻完了之后呢 那好猪子代表谁 基督 基督 是不是 基督就是好猪子 我又没有人把耶稣给卖了 有没有人把耶稣给卖了 连他 连买他们的主他也不承认了 卖了 是不是 犹大就能干出这样的事 加热 加热人西门 西门 德什么 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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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了三十块钱 他是三十块 是不是 这三十块钱呢 把耶稣基督给卖了 耶稣就指一个奴 当时三十块钱能买一个什么 奴 奴 他把耶稣跟奴奴 奴奴也三十块钱 耶稣他也给卖三十块钱 这说明他把耶稣看成是什么 奴奴 给卖 曾经我回在旷野中间 施探耶稣的时候 他说 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吃了我 你只要向他下拜 我就把这全品赐给你 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 耶稣有没有向他下拜 没有 耶稣有没有 把自己的膝盖卖给了 撒他 没有 他没有归 对不对 这就说明 魔鬼用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买耶稣 一归耶稣都不卖 那么犹大竟然用三十块钱 就因为三十块钱就把耶稣卖了 瞎不瞎 瞎吗 瞎 啥不啥 标不标 虎不虎 缺其眼不缺其眼 二百五 不二百五 那不是一般的二百五 有没有这样二百五的人 有 教会里有没有 有 就为一点地上的事情不来聚会了 有 就为一点地上的事情不来聚会了 哎呀我今天被苍蝇给踢了一脚 就不来了 明天 哎呀我被吻的吊的雪子 所以又猜了我一下不来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有没有 就为一点事他都不来聚会了 是不是 他把聚会看看 他今天那点事远远的大国聚会 所以他不来了 那么今天呢 为地上的好处 把耶稣基督给丢了的人多不多 耶稣他是 是他这一辈子 他是最宝贝的东西 是吧 真不是所传的 这是上帝从天上来 赐给我 是不是 我们那条有一条 江南蛮子上了那条收宝贝 那就是买卖人 是不是 这边买了那边卖 中途就能赚了很多钱 他上东北那地方 专门收黄金 收银子 收古董 正好走那一家来 那家账号呢 他家里就有个猫术碗 那猫术碗的古董 而且是白金的 白金值不值钱 值钱 比黄金还值钱 是不是 白金的 但是这家里 你识的是货 不识货 他把他当什么了 猫术碗的 看到白马 那么一个破碗 就把他当猫术碗了 猫就天天用那个 白金的碗 做的碗吃饭 其实那白金的碗 他们都 桌上多少带传下来的 那是个古董 是不是 是不是之前 那一个白金的碗 而且是胡董 那是价值联统的 哎 那天之后 蛮的就去收了 收古董 到他家呢 一看那个猫术碗的地方 他也连一眼看 是白金的 但那家人家 却以为这不过是个破铝碗 铝的 白的 没把他当回事 就把他做猫术碗子了 最后呢 他 那个收 说古董那个家伙说 你这碗卖不卖 上他家收了很多的元大头 最后问你这碗卖不卖 他说碗那是哪做喂猫的哪 特碗的 你看个给吧 给几个钱就拿走就拿走吧 人家给了一百块钱 这碗什么值钱一百块钱呢 他说我给你一百块钱多给你 还占了便宜 还买了人情呢 是不是 就把他买走了 这一碗值多钱 价值能成功 卖了 啥不啥 这瞎是不是 不吃货的人家就把那猫术碗给卖了 卖了多钱 一百块钱 这猫术碗实际上要 去卖能卖多钱 几千万也是他 商议也是他 他卖了多钱 一百块钱 你说这样傻人 你说他怎么办 实际上有这样傻人 教会中间有没有这样傻人 有没有 反正把今天新耶父这件事不当回事的 都是跟这傻瓜一样 看耶稣生在马草里头 跟那猫术碗一样 是不是跟那猫术碗一样 看耶稣长得没有家庭美容 跟那猫术碗差不多少 被猫吃完饭的 吃完那个猫吃完食那个碗的里外的 都肮脏的一看 卖给你吧 一百块钱卖给他 玩不玩呢 他家里就这么一个宝贝 什么也没有 家里穷的是不得了 就卖了一百块钱 实不实乎 这一辈子多大 圣诞节的事情 就遇见一件好事 就是被耶稣选选 成为实乎的 好不好好事 最后把耶稣就卖了 他这一辈子 没遇见一件好事 就算遇见你最好最好这件事 谁都没有他 遇见这件事遇得好 最后把耶稣卖了 多少钱卖的 三十块钱卖的 但是今年谁要叫你 买呀是卖 买 耶稣好不好 如同什么 好珠子 好珠子 是不是 如同什么 天国的珠子 要把它怎样 买回来 买回来是你的 卖出去是别人的 听没听明白 今天我吃到这个永生了 我得到永生是我的 我把永生给卖的是别人的 听没听明白 那你怎么就把永生卖了 有多少人今天 你看提到聚会的事情 他毫不在意 你一扫一下 回来各国人光光的床上一躺 这长子名分 跟我有什么益处 我要不要他有什么益处 是不是不在意呀 忽略是不是 今天忽略救恩的人多不多 忽略救恩的人多 今天 没把自己这个基督徒名分 当成一回事的人多不多 你今天被检选 这是有了基督的名分 这基督徒的名分高不高 一说基督大头 这个基督徒 他跟着借光 因为基督徒是基督大头的 是不是 基督大头 贵不贵敬 忠不忠贵 基督做王 这基督徒也要跟着做王了 基督在奖赏 这基督徒也要在奖赏 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个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子 基督是得到天国的产业 那基督徒得不得 也得到天国的产业 那这基督徒的名分重不重要 说不说贵 保不保贵 要不要卖了 花一万块钱买行不行 十万块钱 现在很没用啊 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有的都能给人卖 不再回是不是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他对基督徒这个名字 他根本亚洲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长子的名分 基督徒名分是不是长子的名分 你的名字就被签在天国的生命册上 重不重要 重要 要不要把它给卖了 建价卖 廉价出售 行不行 基督徒如果把基督卖了 那还叫不叫基督徒了 不叫基督徒 因为就有基督 你有基督他叫基督徒 你要没有基督徒 他就不叫基督徒了 他叫胡杜徒 叫不叫胡杜徒 今天那地方有做买卖 听说今天做买卖 什么那地方有有边框的 他去了 咱们这边聚会了 王子妹给打电话 说子妹过来聚会吧 今天当王弟兄上带来讲道了 聚会了 子妹我今天没时间 你看 准我死了吧 我没时间呢 你干什么呢 哎呀我这边的边框呢 边框我刚能挣多钱 一百五呢 这一天挣一百五呢 够三天吃的呢 一百五挣家来够三天吃的呢 但你死掉的不是一百五 什么不是一百五啊 你挣一百五 但你死掉的却不是一百五 你那猫是完了 卖了一百块钱 但你死掉的不是一百块钱 上亿甚至起十亿下至连长了 被你上 上吊了 他上吊完了他都连后悔他都不知道后悔 这个江南蛮呢 拿着这个板子高空兴兴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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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走了 这下的妈妈踩了 我这一次上东北 这一次没白来 这下得到个白金的猫术 而且这是古董 拿着一件鉴定是真的 什么时代的 什么时代呢 春秋时代的猫术 一直延续到现在 好不好 这猫术板贵不贵重 别说是个白金的 就不是个白金的 是个青龙气的 贵不贵重 贵重 何况他是个白金的 卖了多钱 一百块钱 你看这样的傻人 在教会中间 社会上有 在教会上有没有 有的事 就能把它卖 把猫术板给卖 谁给你拿去吧 一百块钱这挺多的 你拿去吧 拿去完的时候 我们再给那猫再换个碗 又给猫用灵换一个瓷碗 把那个金白金的碗给卖掉了 好不好 好不好 你说傻不傻瓜 耶稣说 便卖所有的 是不是 去买下这块 是不是 买下这个草物的 神让他买 他怎样 他卖 尤大出卖 尤大出卖 伊嫂出卖 雅基多福出卖 雅基多福出卖 雅基多福把大卫买 雅基多福为了跟随压沙龙 把大卫给卖了 尤大卫买 尤大为了三十块钱 把耶稣基多福给卖了 尤大为了三十块钱 把耶稣基多福给卖了 没没没没 傻不傻瓜 这地上根本就不是 这地上有东瓜 有南瓜 有北瓜 有什么 有脚瓜 还有丝瓜 还有什么瓜 打瓜 还有 什么瓜 苦瓜 还有什么瓜 傻瓜 打瓜 有的 还有什么 哈密瓜 还有什么瓜 瓜 你算一下还有多瓜 但在地上 买傻瓜买不着 我都买了好多 我上市场上悬熬 我说你们这有没有卖傻瓜 他说没有 咱这没有卖傻瓜 你骂人吧 我说不是骂人 我就想买个傻瓜 看这个市场有没有傻瓜 市场有没有 没有 但教会里有没有 有 有没有傻瓜 这傻途底啊 他把将士名分都给卖了 是不是 他把使徒的名分给卖了 雅吉多夫原来在大卫手下做什么的 谋事 最后一看 鸭沙龙得失了 马上就 出卖大卫 去给鸭沙龙做什么 做谋事去 你看 给大卫 参谋完了 给谁参谋 给鸭沙龙 鸭沙龙这多年轻 这多漂亮 你看大卫年老了 完了 不中用了 是不是这么想的 你看 鸭沙龙骑在罗子上 你看多漂亮 这小伙子上 这小伙头发那么长长的 这小伙头发那么长长的 鸭沙龙长得一 是不是 一头好头发 是不是 这一头头发特别俊美 最后就 就上嘎咋咋咋了 就从上面扎那嘎咋咋咋了 漂不漂亮 特漂亮 鸭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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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我们将来的王 大卫丸 大卫年老 是不是 我不能跟踪他 把他卖的 跟踪谁 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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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了鸭沙龙 鸭沙龙又会来生 又会收买人 人心 每一天站在地方 进来一个人 他就收买 进来一个人就收买 天天在那 又勤快 见到人了 毕恭毕敬的 是不是 你看鸭沙龙 远远地过过大卫了 咱们干脆吧 咱们就投靠鸭沙龙吧 大卫 这个气数已尽了 离开大卫 偷奔谁啊 偷奔鸭沙龙 给鸭沙龙出谋画策 最后呢 随着说出的话 最后上帝没照他的话 成就 怎么办 死了吧 是不是死了 上吊了吧 死了吧 反正这样的人 最后都得死 出卖了谁啊 出卖耶稣 这等于卖了耶稣 今天今天卖 不是叫你卖 今天卖的人傻不傻 是不是叫你买啊 是不是 也说变卖 他一切就买了几块 不变卖一切就不能买了 第三 变卖 是不是啊 变卖啊 一切 一切 买下 好住的 变卖一切买下住的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变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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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根除耶稣 这叫变卖一切 是代表什么 变卖一切 来怎么样 干承 耶稣 他往哪里去 耶稣说 爱我的人 我在哪里 爱我的人 你在哪里 你是爱我的人 你是爱我的人吗 耶稣 是不是你属于的宝贝 祂是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必须见得在祂的人上 有了祂的生命 你就进入永恒 没有祂的生命 你就永远在暂时一会 但我们固念的 不是眼睛所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什么 凡你眼睛所能见的物质界的 都是什么 暂时 我们乃是固念所不见的 是不是 因为所不见的是属灵的 是不是属灵的 是 它是永远的 下面说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也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怎样 想到 那么除非属灵的事情 人心想不到 包括空气 人心也能想到 是不是 包括地上所有的物质界 人心都能想不到 包括人的心里想什么 人心也能想到 唯独属灵界的事情 人心想不到 所以它是什么 超过 我们所想的 是属灵界的好处 对 所以就得偏向一切所有的 来跟从它 得到 好处子 基督 买卖人 就是属灵的人 真正属灵的人 是买下什么 基督 紧接着是 变卖一切所有的 偏向一切 就代表偏向一切 跟从耶稣 好不好 好 你可不可以把耶稣给卖了 所以 这东西我吃了 我享受 我没吃了 比如说 我那天举个例子 我那天举个例子 这家人 穷得不得了 就一个单身案 穷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单身案 富得不得了 他做买卖的 富得不得了 他家里 除了金元宝 就是金条 他除了金元宝 就是金条 这个穷家呢 除了大嬷嬷 就是大嬷嬷 东北做那个 在锅边上贴的 这么厚的 啪的嬷嬷 玉米面做的 一烧锅子 啪贴锅边上 饭也好了 完了就磨也好了 最后饭也吃了 磨了也吃了 是不是 那个叫嬷嬷 我们管那个叫嬷嬷 你们管馒头叫嬷嬷 这家 来一下发达 发达水了呢 是不是 有两个大树 特别特别高的大树 特别粗大树 就在他们家 一个富家 一个什么 他俩就那两树的 他俩都往外跑 跑都爬出去 所以大湖水来 把他们家房全冲跑 那有钱的呢 身上被他家的金元宝和金条 都背上 都哗就上去 是不是 那没钱的呢 背的大摩摩 上树 他俩是一个背钱的 一个背金子的 一个背大摩的 他俩树离得很近 伸手就能勾成 那没钱的人 千金想发财 那有钱的人 现在说 钱财救不了我了 他俩在那树上 等一天大雨还花花花下 等一天大雨还花花花下 那水不消了 他俩饿得吃啊 那个 没钱那个 拿来党了 就故意缠那对方 那对方有钱的 就在那 这时候去看看自己的颜色 这自己颜色也救不了自己 再是水 这不玩吗 这不得清了垃圾 他是这样吗 你把你的磨 卖给我一个 这个没钱的 这个光有磨 结果我今天起来 我背着一大包呢 我今天将来 我今天终于有发财的CV了 是不是啊 我开始有发财的CV了 就开始卖磨 他说 两根金条 一个磨 讲价是不是啊 两根金条 一个磨 那有钱的人呢 后边背的那么老多 都是金条 是不是啊 金元宝 他就开始 他说行 想到我留下我瘾 我今天把你的磨都给你买了 买完了结果你饿死了 我把你的金条也拿回来 多如磨的 这个有磨这个家估吗 我得省一点 我现在不能吃 我这个两 他两个金条 我拿一个磨就能换两个金条 我把我这个磨都给卖他 把那金条全部给他换过来 是不是啊 我就成为妇人 他就成为什么 情人 你看他俩想的打算的 好不好 不好 都打算好 打算可好了 打算可好了 就开始 卖了 一个磨 几个金条 卖了 卖了 两个金条 腰包里 饿了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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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不舍得吃 不能吃 吃完了 吃一个磨 那就是 表明两个金条就没了 这可不能吃 是不是 又买 到 哎 夫人只要饿了 就买他的磨吃 只要饿了 就买他的磨 夫人呢 没饿 是不是啊 那有钱的没饿 那没钱的 哎不行了 饿就受不了了 那受不了一想 这不能吃 是不是啊 吃的 这钱没了 是不是啊 就晃不着了 是不是啊 不能 他就不能想到 我就不卖给你 等你死了 死后了 你饿死你 等你那金条就是我的 他不这么想 是不是 那夫人这么想的 我都给你买了 你饿死了 你那个金条 我给你拿 我再拿回来 是不是这么想的 哪个聪明 是埋着聪明啊 是卖着 是卖着 卖着 卖着 不是金条 是不是啊 能叫你保 那是膜 不是那金条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 有没有这样撒人 他带上树的 那么多膜 能够吃起甜了 这天上在下雨 在地 在那个树上 在冷 是不是啊 在饿 哎 完了 那一点一点 不会动着 动到不了 连伸手的力量都没有 啊 啊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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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好啊 好啊 终于成功了 天马上天晴了 水也消了 你那所有的金条 又归到我那腰包里出来了 得不得到 得到了 最后呢 富人还是富人 穷人 还是穷 穷人最后 饿死了 富人呢 不但没饿死 把钱 又怎样 又拿回到自己的 表面里 聪不聪明 卖者傻不傻 啊 卖者傻不傻 教你们 变卖所有的 先把你命夺到 好不好 好 那命中不重要 你把金条得到 你拿金条的力量都没有 就是 你饿的 你拿金条的力量都没有 那些人都秃走了 就算他这两个人 在树上 你说他俩就坐上了 买的交易了 一个卖模的 一个卖模的 是不是啊 傻瓜的是卖模 那个聪明的是卖模 那傻瓜总想发财 想不想 所有人都想发财 但最后发没发财 没发财 把命丧掉了 是不是啊 今天有多少人想要发财 去被各个人私欲引诱 最后把自己刺透了 刺没刺透 刺透 都能吃 就围图什么不能吃 傻瓜 傻瓜不能吃 是不是啊 这傻瓜 有的是 教会里有的是傻瓜 好后来我才发现了 上市场 问到市场的没有傻瓜 后来我上教会我才发现了 哦原来傻瓜都 都弄到教会里 原来傻瓜 教会里正傻瓜 卖主的是不是傻瓜 是 是傻瓜 正傻瓜 后来我不上去买 我告诉那些人 卖瓜的人 我找他傻瓜了 我找傻瓜 傻瓜在哪了 卖主的人都是傻瓜 都得到了又卖了 是不是傻瓜 他就没有那个弦 就缺少那弦 就跟什么 山东和河南人少一个弦 什么弦 驱短的弦 这这几年一点也学会 弄个暖气了 以前的就这屋里动的 是 动得越好 越熟 越什么 就是 上河南那个地方 那老太太那 膝盖动得那么粗 那膝盖动大了 手指结构那么粗 走路路的时候 塞黄塞黄的 就来走 哎呀 竹两个棍子来走 王弟兄啊 你给我祷告 我这关节都疼 我都走不动路了 我说你这人哪一样 谁让你们把厨房和那个 竹底房给分开呢 厨房和竹底房分开 你说那屋里能管吗 你这都是自围的 上面里边都得得和和的 一个一个动的不得了 你看 从这往后到河南那地方 就冻死你 你就不知道往哪儿酸了 有一年我带着我女儿去的 她给我录像 我不知道往哪儿酸好了 那动的就简直 就受不了了 我说你这天天就这么待着 就这么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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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冻的像波波水的 是不是 冻的不得了 手冻的 删的不得了 竟是味儿 竟是口 那脸蛋呢 就像冻的一个一个通红的 屋里比外面还冷 冷不冷 屋里比外面还冷 在外面穿什么 到屋里就得穿什么 它屋里外面都一样穿的 是不是 他们实在屋里冻的不得了 上外面 上河南那个地方 你看看上外面 他们越吃糊辣糖 糊辣糖里面糊辣糊辣 他们怎么做糊辣糖 你都不知道 我上昌格那地方 有一个弟兄 那手指头那么粗 那手指头纹里全是黑的 那手指甲里也不挤的 不用指甲刀剪 那手指甲全是黑的 弄一个面筋 放一个大盘里 放下水 就在那里用奶骨 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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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进去手指黑的 弄着半天出来 手指白的 汤黑了 那汤的黑的不得了 哎呦我的天 到中国怎么吃呢 怎么喝的乌乌糖 哎呦他年轻习惯了 是不是 他就乌乌乌乌乌 看我都受不了 最后呢 为了吃出那个村味 弄点辣椒 往辣椒面往里一放 好 你这个手就味儿出来了 对吧 不然这个全手呢 手指甲的那个泥 都在那里 那一盆水 穿黑黑的 洗手洗的 他们用面那个水 放在水里洗手 用这种方法 最后那个中午就喝那个汤 又辣 又黑 又黏 你就来吧 你喝吧 这才够味儿 是不是 好咸好咸的 他不弄咸的 不弄辣的 你一下就吃到手味儿了 是不是 就那种咸的 你吃不到手味儿 就这样 是不是 他那吃 把它拿一碗佛罗汤 到中午了 小孩子都上去教堂里去 干什么去了 混吃的 他那一人拿 把它端一个碗吃 把那碗放到街道上 上去外面 接到犹太人 一放 吃个麻辣 麻辣掉地剪不大 他吃 他就对驱难这个 他就没有 就少这 少这根弦好 他说那个屋里 动得不得了 他们到了 晚上 动得实在受不了 拿了耙子 上了树汤里头 露出烟了 露一大堆 放在树枝里头 点着了 他烤不过 烤完这碗烤杯 烤完飞完再烤过来 烤到一定能够了 看到实在热乎了 归家了 进被窝里头 是不是 进被窝里头 就是用这种方法 天天就用这种方法 帮弟兄 给我祷告 那腿 这么喝 那大口气 走路都走路 那风湿病啊 内风湿 风湿病 都是这么得来的 我说你们这是人为的 有时候你们这去哪 这么不好 像长河那地方 住在那个 薛丽那家 我说薛丽王 今天晚上 一定给我整个电路子来 没有电路子 我今天晚上 我都给你赶包 他正好帮我放在二层楼 楼上那小窗户 背包的 那墙皮 背包的 那窗户都关不下 就是木头窗 关都关不下 我说我要在这上面 你这个下面在包 上面的背在包 在美国电路子 我第二天我就讲道道 就得干包 他那天晚上 真就没给我电路子 第二天就干包 我就一个就流鼻涕 一个就打盆地 讲道都在打盆地 他们好像不在乎人 打就打 正常 一点都没在乎 那麦子上面全是白的 冻的全是白的 那麦子都粘了 都冻油了 那地里 那水都挺厚挺厚的 就那么点 我打盆地 他们也没有一点感情 到中午了 吃葛拉糖拿着辣椒 不得了 我说这葛拉糖我吃不了太大 给我弄六个鸡蛋 就吃六个鸡蛋 下午还弄六个鸡蛋 吃六个鸡蛋 你说人总吃鸡蛋能行吗 他能吃饱吗 能吃掉六个鸡蛋吗 嘟嘟六个鸡蛋 火是不错的嘛 六个鸡蛋 那能吃掉 煮的鸡蛋六个鸡蛋 叫你吃天天嘟嘟吃鸡蛋 能吃掉吗 吃不掉 他妈的不带我 一顿六个鸡蛋 一顿六个鸡蛋 就给你吃六个鸡蛋 不给你葫拉糖 给一碗两手六个鸡蛋 一碗六个鸡蛋 一碗六个鸡蛋 你以为我出门 这个传道人出门 出门不是小时候 而是什么环境中的鸡蛋 各样的环境中的鸡蛋 出门 这个取暖的 就是好像是 人就少在这儿闲 他把它跟住民房给分开 所以取暖的就不好 得了大姑姐的 找我来给祷告 王弟兄给我祷告 我说我不能给你祷告 你这是人为的东西 不能祷告 你说人为的吗 你不是先天的 你是人为的 那个取暖不好 那孩子的手动力这么高 这么高 写作也写不了 那屋里头没办法拿出手 好吗 不好 感谢神的恩典 神今天看顾 山东省和河南省 把这道传进来了 这多少年了 是不是 山东省企图 六零年挨恶的年间 往东北逃 五几年就往东北逃 叫闯关东 四几年就开始闯 这边就不行 有的是黄河灾 有的是什么 天灾人祸 这边就有饥荒 今天上帝呢 又把这个福音传回山东 这东北呢 就养山东人 养山东起初 你看那上东北你就问 走我们的祖林右舍 基本上都是山东人 你一问他 我们都是山东人 百分之九十五的都是山东人 东北原地的很少 就显著人和满族人是东北 还有 那个叫什么人呢 就像那个内蒙古边境那些人 他说东北 都是纯东北人 其他的都是山东人 山东人今天得到这个福音 得到的比较多 神也爱你们 神也爱你们 神真的爱你们 把属肉体的粮食供给你们吃 把肉肉把属灵的粮食供给你们吃 因为借着东北人给你们传道 什么年代不知道 他给别人家放族 他就这么一个傻瓜 家里父母都没有了 很久很久了 给别人家放族 放族有一天 他上那个 涨大水完的时候 土那沟 他上沟里上厕所 你看那有个红河的 他就剪下来 把这红河就剪下来 长方形的红河 这么长 这么宽 这个红河 它就剪下来 剪下来 一打开 你看里面有七个珠子 这七个珠子呢 叫叶明珠 一共是七个 七个叶明珠就摆在那里头 就摆在那个河里头 完了之后呢 他一看 叶明珠啊 他不懂什么东西 晚上呢 在他家就开始 叶明珠就开始发光 一到晚上就开始发光 一发光那屋底突亮了 比点灯还亮 所以他就 把叶明珠就拿到市场上去卖 市场上是卖叶明珠的地方吗 卖宝了 卖宝了 拿着这个盒子 这会儿绕上 在这头上 卖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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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盒子埋在地底 时间长的 都生锈了 那红漆都掉了 他就开始说 卖宝了卖宝了 谁也没听见 正好有一个 当时有一个做官的 叫刘大爷 他就注意了 他说 你听听那边有个卖宝了 手下人 有个叫陈丁杰的 是不是 告诉 没什么 就没什么 你不要 听 这都是傻瓜 那边一个傻子 在那卖 他说不 你 刘大人喜欢买宝 所以他说 你如果叫 你把那傻子给我叫过来 就把那傻子叫过来 问傻子 你卖什么呢 我卖宝的 你卖什么宝 我卖的 你自己看看去什么宝 就让你开开宝盒一看 七颗贵宝 七颗什么呢 啊 七颗贵价的猪子 重价的猪子 是七颗夜明猪 好不好 在当时要得到夜明猪了 那是价值连成的七颗贵宝 问傻子 你这宝 要多钱啊 二两个银子 有大人说什么 你要二两个银子 你这可是 价值连成的七颗贵宝 你怎么就要二两个银子 我这二两个银子 给不给 不给不卖呀 有大人说傻子 你要的太少了 不 我就要二两个银子 二两银子多钱 现在要上七颗买二两银子 能是多钱 二两银子 是不是 一般一个手朵 得几两 是不是 他就叫二两银子 有大人说 你能不能多一样 不一定 你在这 你这是价值连成 你买不买不买 我哪能 这人怎么说 话这么磨叽呢 这傻子就咬定了一口架 就是多了 二两银子 实际这个七颗贵宝 这多成钱 价值连成 它是七颗业名状 最后 最后给 有刘大人收的 这七颗贵宝 带来了 杀身折磨 这一家的人 全被烧死 只留下一个根后 就留下了尖海门 尖海门最后呢 进去献宝去 路途之中 又遭遇了很多 这七颗贵宝最后 我小的时候听古书的时候听到 你说这傻子傻不傻 傻不傻 不傻吗 不傻就要二两吗 傻不傻 傻不傻 你说犹大傻不傻 傻不傻 给卖了多少钱 二两银子 就要二两银子 你买不买 你不买我就拿走 有大人说 这真是个傻的 这不是一般的傻的 不识数 这不识数 现在不识数的人多不多 教会中间 竟是不识数的人 这个不识数的人 你说他得怎么办 这不识数的人在教会中间 是吧 屡见不鲜的 没明白救恩的人 敌场救恩的人 都是有不识数的 刘大人是心眼比较好的人 对手下的人说 你给他拿二百两银子 就说是二两银子 给他吧 那真是傻的 我还不忍心 不给他二两 我不忍心给他二两银子 我就给他二百两吧 就叫手下的人给他拿二百两银子 傻的 就是二两银子 傻的 我问弟兄姐妹 这七个贵宝卖二百两行不行 行不行 这是贵家的竹子 是好竹子 是不是啊 遇见的这好竹子 耶稣基督怎么说的 要变卖一切 所有的 买下竹子 好不好 你要遇见耶稣基督他是 未嫁的竹子 他是宝 你要遍卖所有的 买下竹子 用信息把他接到你家里来 用信息把他接到你的心里来 是不是买下竹子 留着他不能卖 谁给多少钱都不能卖 别说二两银子 两万两也不能卖 是不是 两亿两也不能卖 就是不卖 因为 这竹子 是贵家的竹子 你留着 他晚上能发光 是不是啊 主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 他住在你心里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是不是贵家的竹子 而且是发光的竹子 你今天把耶稣给卖了 你自己要发光 你傻不傻 使劲了 我们要发光了 使劲发光 做光做盐 这些人都是把耶稣卖了 自己靠大肉体做好事 就以为是做光做盐呢 就以为发光呢 能不能发出光 那光的生命都被他卖了 他还要自己在那发光 傻不傻瓜 一定是个傻瓜 今天这样傻瓜的人 有没有 有 上教会这么一抓 一个 这别的地方抓不着 就上教会的一抓人家 特别哪个地方人多 哪个地方会堂人多 你们进去看 一圈傻瓜 被牢笼的傻瓜 生命没有了 还在那里头盖人 还耗费呢 浪费之财 是不是啊 耗时耗力的 跟他们在那里浪费时间 那些个牧师长老 就给他讲假道 他在那里头 浪费自己的时间 还在那里听 哪讲都一样 我说你是个傻瓜 傻不傻 哪讲都一样吗 你们听一听上忙的东西搜一封 诸葛听一封 不怕弟兄姊妹到晚都听 你听一听 尝尝见识 你看他们所讲的 是生命之道 还是生活之道 你能听进去吗 你听完我讲道了 你再听他们讲道 你没办法听 听不了了 他全讲声 我全讲地上 全讲肉体 全讲属实的 全讲世俗的东西 你怎么能听进去呢 是不是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要变态所有的 买下谁 这个好珠子 好不好 他就是我们的好珠子 他是我们生命的珠子 是发光的珠子 世界上的城都卖了 也买不来耶稣圣 这一粒珠子 他就是一个珠子 好不好 是你永恒的生命 他是你的所有 他是你的宝贝 他是你的永远 是不是 他是你的福气 是不是 他是你一生的福气 他是你的永生 他是你的生命 你把它卖了就等于把生命卖 把灵魂卖 好不好 他是你的灵魂 他是你的生命 你卖他就等于卖自己的灵魂 卖自己出卖自己的生命 对不对 好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一同来闭幕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查考你的话 你把天国的比喻告诉我们 说我们今天知道你比喻的奥运 只有你用比喻才能使我们这群愚人给你通达 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我们这群愚人给你通达 能够看见你手中的好处 能够看见你重价的珠子 能够看见你好珠子 因为好珠子就是耶稣 离开了耶稣 我们今天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 只有把耶稣基督用信心接受进来 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珠子 就是我们的宝贝 就是我们生命 就是我们的光 就是我们的永恒 就是我们天上的产业 离开了耶稣 我们追求毫无目标 毫无意义 毫无价值的 感谢赞美斯特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了我们 使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在地上找到自己的生存的价值 感谢赞美斯特的阿爸父神 求你继续使人给你自己的教会 将你的道丰富的临到我来 使我们今天不在秩序上讲 在经义上讲 不在外面讲 在里面讲 阿们 不在肉体里寻求 在基督耶稣里寻求 阿们 亲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子 阿们 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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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